請老九人幫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麥卡倫三十年的威士忌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以我個人的看法 大概也差不多是三萬塊 不錯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它不是麥卡倫的原廠 就是說它是一個裝品廠 它不是雪莉桶的 但是它是原酒 它這邊是寫50.9度 原酒沒有錯 這種酒跟正統的麥卡倫 它出來的還是會有一個距離 它是一個裝品廠 不是一個正廠 它裝的也不是雪莉桶 不是典型麥卡倫裝的那種雪莉桶 所以我想它的價格應該 是三萬塊的行情 三十年的酒 如果你是買正統的麥卡倫 對不起 你現在發了 至少如果你十年前買原品 現在十萬的行情跑不掉 那如果說 差不多2007年那時候買的 三十年的麥卡倫 現在六七萬 跑不掉 我把它送人了 那時候覺得這裡比較快 你有那一瓶 你有那一瓶 那一瓶把它送掉了 因為其實我後來就是有 因為我那時候在廈門拍戲 對 那回來之後就看到 就覺得這個他好像在跟我招手 然後我就過去 那尤其是在那邊賣酒 他都很客氣 他就說中坪大哥 中坪大哥 那我就不好意思 就去給他高官 那買了兩瓶 就 我覺得這瓶比較珍貴 那時候買一萬兩千五 五萬多塊而已 台灣兩千多 台灣兩千多台幣 麥卡倫 現在漲到七萬多 六千萬塊 那可惜的瘦人 我想辦法去把它換回來 叫他不要看電視 好 剛剛其實那個老九霖 有特別看了一下 他的一個酒標 那個老九霖這樣子看 我其實這樣看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怪 因為這瓶酒的話 跟一般我們看的麥卡倫 的一個酒標不太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酒色 剛剛我們看了一下這個酒色 稍微比較淡一點 我用這個白色的一個手套 在後面看的時候 大家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它稍微比較淡一點 那我問一下這個林峰林老師 這個到底是不是 剛剛老九霖講說 它不是原裝的 就是裝品廠裝的 然後這裡面的話 它是用雪莉桶來釀的 那它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桶子 那這個喝起來的風味的話 到底有沒有不一樣呢 還有一個就是裝品廠 跟原廠裝的酒 到底哪裡差異 好 我就從這個一個 從酒標 另外一個從酒色 來分析一下這瓶酒 這個酒標呢 基本上是一個 特別精選的酒 那像這個就是 有一個英國人叫 Robert Scott Robert Scott Selection 所以是這個人是 這個人從麥卡倫那兒 選到了Robert 叫Robert Scott 選了他自己的麥卡倫的酒 對 他認為這樣的麥卡倫表現 是他認為最好的 就是裝成這個 所以你可以稱它為裝品廠 也可以稱它為裝品者 所以它裝出來的東西都是原酒 可是如果按照你這樣子講的話 應該是這瓶酒的酒質應該算是不錯 因為他有專業的人去他的酒廠去挑選 他覺得非常不錯的一個酒回來裝品的 所以像麥卡倫的原廠 他就是他沒有自己的首席挑酒師 對 那首席挑酒師他必須要做出這支酒呢 裝出來的酒是要符合過去麥卡倫 一兩百年的傳承的精神跟氣味 這是他要去表現的 那像這支酒的選擇就是 Robert Scott 他覺得我覺得怎麼樣最好 所以他是針對他個人的taste 所以買這支酒通常是信任 Robert Scott的品味 對 來做購買的 好 那這裡面的話 我剛剛特別講到這個是酒色 我剛剛看的是這個酒標 你剛剛講的是這個酒標 是 那這酒色呢 酒色的話就來自於橡木桶 其實我們常常 因為麥卡倫有他過去一兩百年的堅持 就談有關於first feel 就是越新的桶子的血力桶越好 所以很多人在購買麥卡倫的時候 喜歡顏色最深的 即使十二年 他也喜歡深的顏色十二年 所以他們特別為顏色深的十二年 做另外一個酒標叫紫鑽之類的 然後呢 然後顏色就是顏色越深 大概年份越老 二十五年肯定比十八年好 十八年比十二年好 三十年更好 如果是五十年五十五年 六十年當然是完美到 價格根本是期貨可居 那通常 所以以至於很多人在判定 這個麥卡倫都是用顏色來判定的 對 那顏色來判定其實 其實我們必須要說 以我們喝酒的人來說 我們也很清楚知道 顏色並不是判定 一家酒莊的真正本質的特質 顏色標示的是他用了什麼樣的橡木桶 對對對 像我們剛剛看的這一個呢 這一個是用的是雪地桶 其實要打開來喝的才知道 真的嗎 他上面不會 他上面這樣子看不出來 或者是說 他的酒標上面看不出來嗎 我剛來的時候 我特別看一下 他真的沒有特別 他只說他是用Oak 他並沒有特別說 他用什麼桶子來做的 對 好 那你剛剛講 就是這個桶子 要辨別他的話 就一定要打開來喝才會知道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桶子 我從顏色大概可以分析 對 他應該不是波本桶的金黃色 他也不是雪地桶的那種很深的像琥珀色 他比較像是淡核色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比較偏向於用舊的雪地下木桶所收成的 是用舊的雪地桶就對了 舊的雪地下木桶所收成的 好 那麥卡倫他們這一家酒廠的話呢 大部分用的到底是哪一種桶 這個就是很棒了 因為這幾年麥卡倫他們本身 在過去原始的麥卡倫他們本來只有號稱用雪地桶而已 但是現在雪地桶 全世界的雪地桶的需求越來越少 所以相對來說雪地下木桶也越來越少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有各種不同的下木桶了 像這裡我們就很清楚看到 這裡有幾種不同的下木桶 像第一個是來自於西班牙的雪地下木桶 然後第二個是來自於美國的雪地下木桶 第三個是來自於歐洲的雪地下木桶 然後這個是來自於美國的波本下木桶 這個同時都會使用到在這個 蘇格蘭威士忌酒葉在熟成威士忌當中的使用 包括麥卡倫 那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這三個就是全部都是雪地桶對不對 是 那這三個雪地桶的話 出處不一樣 一個是歐洲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西班牙 那他們釀出來的味道都不一樣嗎 它的那個木材本身是用著什麼樣的木材 它的質地 第一個是木材的質地 其實木材 現在其實後來人們有一些很棒的釀酒大師 在開始研究威士忌的時候 已經不只是在什麼樣的木桶了 他們甚至會跑到木材的原產地 就像兩位一樣 跑到木材的原產地 然後甚至決定要採砍 砍發的是在木頭的向陽 還是向陰處 對 決定它的年輪 決定它的毛細孔的方式 然後以及它的密度 然後來砍栽下來 然後還來做這個項目 然後項目的這個什麼 厚薄有沒有 像我們現在看這個項目的厚跟薄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看這個項目的厚跟薄是不一樣的 然後厚薄也會決定這個酒的對話 還有來我們看這個後面的部分 後面部分就是項目烘烤的顏色 也會截然不同 像這個波本項目桶 你看它上面都已經 類似像那種烤吐司烤到焦掉的顏色 它這個是屬於要是乾燥的程度 這不是乾燥是用火去烤的 他們在做這個項目桶的時候 都會把它做好以後 在它的內圓的地方 用火下去烤 可是把它烤焦 可是這樣烤焦的話 以後它那個釀酒的時候 它不會有那個 會 所以一般來說 用波本項目桶所熟成 這個是波本項目桶 波本項目桶是說酒裡面 烤得最焦的 所以用波本項目桶 所熟成出來 威士忌會有烤煙的味道 反而像這個西班牙雪莉酒 你看美國的雪莉同事 它就沒有烤那麼深 它烤得沒那麼深 但是還是烤 對 因為它是用美國桶 可是你發現 西班牙的雪莉桶 它的顏色是非常淡的 因為它是要 原本雪莉酒是種葡萄酒 所以它放在裡面 它不希望烤的味道 跑到葡萄酒裡面 所以它烤的顏色 非常非常非常的淡 老九 你是不是 做這個威士忌的話 一定要用到項目 那能不能用其他的項目 台灣有沒有人試過 用這個項目下去存放 那個高粱酒 我試過 結果咧 結果味道不搭 就是說 它沒有 高粱如果放項目筒 並沒有比高粱放雌肉的 那種儲存的酒 那個來喝的話 沒有加分 它味道就很怪 可是高粱 我們有用高粱跟麥 去蒸餾了酒去放項目筒 有另外的味道 但是跟典型的蘇格蘭的威士忌 是不一樣的風味 好 我們看到這個呢 其實就是這個項目筒 好 林老師 這個項目筒的話呢 是 你這樣子 從外觀這樣子看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它到底是哪裡 這個是波本筒 這個是波本筒 這個波本筒 然後是哪裡的波本筒 美國 美國波本筒 對 威士忌的話 一定都會用到 這個雪莉 波本 這些混嗎 還是說它會單一的一個筒 他們 例如說他們蒸餾出來 他們就會把酒灌到不同的 筒子裡面去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是格蘭露絲 是 那格蘭露絲的這瓶酒的話 它會是一個單一桶嗎 不會 這支它上面不是單一桶 它是混合了波本跟雪莉的 像木筒的威士忌進去的 OK 那像那支 這個 Robert Scott的Selection 這支就是單一桶 這個是單一桶 是 是 所以它沒有混到其他的桶 就是從一個桶子裡面 直接拿出來的 今天呢也非常開心 這個中坪呢 帶了三瓶酒 這三瓶酒的話 基本上都不能喝 然後呢 全部都是要留給這個兒子 兒子啦 還有女兒呢 就是結婚的時候用的 到時候大家一起來分享 要等多久啊 應該快了啦 我兒子現在念高二了嘛 如果說他煞車沒有踩好的話 我可能 我很快就要成功了 兒子啊你趕快 我們大家所有的人 都等著喝這一瓶酒啦 兒子啊慢一點 好啦 我們謝謝鍾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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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是西里媽 西里媽應該也是 酒國英雄 英池 英池 好啦 英池 對 我差不多倒兩三瓶 那個時候 我外婆就給我喝烏梅酒 水三瓶三瓶 你現在也是比較流暈 現在比較少喝 像以前我做貿易的時候 真的是我幾乎中午就開始喝 我跟你講 我之前跟那個西里媽去卡拉OK過 那個西里媽很厲害 也有夠會喝的 所以我覺得他根本是酒國英雄 還不是英池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酒是不太懂 但是我在我的肚子裡面的酒 至少有 數不清 你那時候到斐季去做那個木材生意 斐季有一種酒很噁心 我跟你講 我們不能講很噁心 很特別 我跟你講 那是要貴賓才能喝得到 那個叫做什麼酒去 其實我也不太喜歡 他其實我覺得他是用那個樹枝 樹去磨的 就有點濁濁的 對 然後他是你貴賓的時候 你坐在那裡 他還要有儀式 他要去弄那個酒 跟他好像用洗還是什麼 我現在有點 用洗的 他就一個大的桶子 你知道嗎 然後就磨 然後他在那邊磨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像一塊菜瓜布 一個那個什麼的 抹布 然後抹布你就沿著那個 那個鍋子邊這樣子洗 然後一邊倒水就一邊這樣子洗 一邊這樣洗 那洗出來就是濁濁的那個水 然後要叫你喝這樣子 你一般人的喝不到 我覺得你那個到底有沒有酒味 我常常喝 我不敢喝 我不喝不行 為什麼 我們要去跟他買木材 對 然後我們到部落的時候 他幫你當貴賓 才有得喝 而且你還要有儀式 你拿來 你要稍微賺一下才能喝 那有一些酒的話 他就不敢喝 譬如說他帶來的這一瓶酒 因為這瓶酒的酒精濃度太高了 不是啦 不是不敢喝 是在我年輕的時候 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有次失戀 你知道嗎 我醒過冰就有一瓶高粱 我就這樣子 骨頭 帶一瓶高粱 那時候沒有看很清楚 那時候沒有看很清楚 58度 那時候沒有看很清楚 反正我就拿了 我就這樣喝 就整瓶倒下去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也快30了 喝完以後呢 就失聲了 這個聲音完了 從那一次開始 你們叫我喝高粱 我就不喝了 我都醉了 為什麼聲音也失聲了 醉好像還好 那一次好像醉還好 你喝了高粱以後 還沒有醉這樣子 我不知道 在我的印象 我是覺得那一天好像也還好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瓶酒 這瓶酒的話 是那個沒有人的公司 不是啦 那時候也是剛好是 我在做貿易的時候 那一陣子 可能應該也是在做 木材的生意的時候 然後在中部有一個木材商 那時候我們 反正我們都是酒國的 那酒國的他剛好在講講 反正都有時候他會說 我有什麼酒啊這樣 我就說好啊 你送我 有時候會凹得到 有時候凹不到 然後那一次他就凹到這一瓶 好 這瓶酒的話 這樣多久了 差不多八十年 差不多 你這看起來就是年代很悠久 對啊 二十幾年吧 來給大家看 因為他的那個酒標的地方 那個金門大區酒 金門大區酒 那幾個字其實 基本上已經退得差不多 看不太出來了 然後呢 你看已經這樣子泛黃了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酒頭的地方 酒頭這個地方已經有裂掉了 給大家看一下 不會是假的吧 不會啦 應該這是 這應該是不會 應該不是假的 而且我看他的年代 好 來 我看一下 這個後面這邊有時間 製造 釀造日期是69年的 然後呢 罐裝日期是76年的 後面這邊 所以這瓶酒的話 時間很久了 對啊 沒有比我久了 你應該買一個你的年份的酒 我沒有這個概念 講真的啦 老酒裡你那邊有 對啊 你那邊有 你那邊有犀利媽的年份的酒嗎 其實在國外那個 可能要威士忌才有對不對 會有 國外真的有 那但是那個 如果是大廠牌的 那價錢真的嚇死人了 那請問我買那個回來幹嘛 台灣也有專賣局的 類似那樣的酒 可是基本上都不太能喝了 風口都不好 好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CD媽 你評估一下 這一瓶酒大概多少錢 因為那時候是人家送的 所以我講真的 我對酒真的沒概念 我是負責喝的 負責用倒的喝的那一個人 我如果拿一萬塊 你願不願意賣這一瓶酒給我 我不要 不要啊 為什麼 一萬塊對我來講 也不多也不少 對 就放著做紀念吧 那你就放那麼久了 對不對 好 來 你一萬塊 其實估價搞不好估得有點低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瓶 這個大驅酒 70年的成年大驅酒 你這是幾年了 70 60幾年中品 69 69 好 70年的成年大驅酒的話 兩瓶一組的話 台幣是七萬塊錢 所以一瓶酒大概是3.5萬左右 相當於剛剛那個王忠平的 麥卡倫的這個 30年 30年的威士忌 好 我再給你看一下 在這一個高粱酒裡面的話 漲幅最驚人的呢 其實就是你這一瓶酒 民國69年到78年的 金門成年大驅酒 那當時的一個出廠價格 大概是在400塊錢 現在平均價格大概是在4萬塊錢 那第二名的話 是民國68年到74年的 金門成年特級高粱酒 也就是所謂的黑金鋼 那黑金鋼你們家裡面 如果有68年到74年的話 當年的一個出廠價格 大概是在300塊錢 現在的平均價格 是約在2萬4千元 好 另外第三名的話 就是白金龍 白金龍的話 就是王忠平剛剛帶的 不過民國56年到80年的 這個白金龍的話 當年的一個出廠價格 只有145塊錢 現在居然一瓶價格 也高達5000塊錢 所以這真的是一體的黃金 你放了這個20年 30年之後的話 那漲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其中一瓶 最...漲幅最驚人的 就是你這瓶酒 那你要幫...跟我買嗎 1萬塊我買啊 我不要 那你要多少錢賣我 10萬 老老酒林 簽名老酒林 跟你講一下這裡是台北 不是北京 北京有機會這樣子的價格嗎 上海有 上海有機會 那我們可以拿錢來賣啊 對 你去開個店吧 還要開店喔 太累了嗎 好 來 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是69年的 69年的金門大區酒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